娱乐之死,金钱之上,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 9月24日,娱乐博主刘大锤在直播间里爆料了白鹿与张林鹤的恋情 梳理了两人之间的时间线,并放出了视频,引来了无数网友的围观 早在前一天,刘大锤就在社交平台上预告了这个恋情瓜 并给出了一线小花和金庸两个关键词 经常吃瓜的网友都知道,刘大锤口中的一线往往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胡咖 所以圈妹也没期待,但万万没想到她这次爆料的是真瓜 原本刘大锤给出的提示是金庸,网友们都在猜测认为是哪位出演过金庸作品的女艺人 却没想到却是飞雪连天涉白鹿 这年头,看来吃瓜也得有文化才行 说到白鹿与张林鹤 大家第一时间想起的一定是他们共同参演的古偶剧《宁安如梦》 该剧杀青不久,目前还没有定档的迹象 刘大锤表示,9月8日,白鹿在新剧杀青宴结束后 就带着助理一起去了张林鹤家里 没过多久,助理就从张林鹤家离开了 但白鹿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离开 9月9日早上,张林鹤出门后 白鹿爸爸来到张林鹤家接他回家 颠走之前,白鹿还对可视门铃比了一个心 刘大锤称,张林鹤家的这种门 如果有人在门口的话 主人手机是会收到提示的 按照刘大锤的说法 白鹿与张林鹤之间的恋情 白鹿的爸爸应该也是知晓的 如此推测,那两人恋爱应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并且应该处于稳定状态 孤男寡女共度一夜 这种敏感的话题立马引来了网友们的围观 白鹿张林鹤都是流量比较大的演员 两人均处于事业上升期 一般情况下,这种处于上升期的艺人不会恋爱 但刘大锤放出的整种证据都迟锤了 两人之间的关系不一般 随后,刘大锤还爆料 中秋节当天,白鹿再次去往张林鹤家里 自己打开了张林鹤家的密码锁 从他轻车熟入的状态中 看得出两人之间关系很好 就算没有谈恋爱,也是很要好的朋友 看到恋情瓜之后 全面又重新扒了一下宁安如梦 放出的一些物料,果不其然 细节一,宁安如梦杀青时 白鹿搞笑的跟男一号和男二号合影 注意看,张林鹤是将下巴抵在白鹿的手掌上的 而男二号则悬空保持一定距离 避免身体接触 细节二,杀青收工厌吃蛋糕 男二号只顾自己大快朵鱼 而张林鹤则全程细心的照顾白鹿 还贴心的为他擦嘴巴 这都是爱的信号啊 细节三,在宁安如梦看般直播活动中 剧中演员王兴月一早就暗示过两人有情况 细节四,草兰爵大火播出的时期 张林鹤从未吵过跟余叔心的剧中CP 尽管网鹤帝和余叔心才是剧中官配 但眼看剧集飞升大好时机 男二号其实也可以营销一下的 如今看来,张林鹤是在可以避嫌 除了这几处细节的提示之外 网友也扒出了两人的籍贯 一个是无锡的,一个是长洲的 所以两人算是老乡 难怪白鹿的爸爸都同意女儿跟男友的恋情呢 有了长辈的支持 看来两人这是奔着长久发展的打算在交往啊 目前,白鹿张林鹤双方尚未对恋情做出回应 如果说两人的感情是真的 那对于他们合作的宁安如梦来说 将会是一次很好的宣传 谁不想看到自己刻的CP成真呢 虽说两位当事人都没有正面辟谣恋情 但一向喜欢白鹿的愚政 却发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谣言抵得住 仿佛是在为白鹿澄清恋情是谣言 而白鹿和张林鹤双方粉丝的反应也很有意思 先是张林鹤有大面积的女友粉脱粉 女友粉的回应也很直接 表示自己实在没有办法喜欢一个有女朋友的男演员 实在没办法对有女朋友的男演员喊哥哥 吹彩虹屁 安丽 的确 张林鹤入圈不久 根基不深 好不容易凭借初衷的外表吸引了不少女友粉 硬在这一场绯闻中消散不少 张林鹤掉了一万粉 也成功登上热搜 可与张林鹤粉丝画风不一样的 却是白鹿粉丝的画风 在白鹿的评论区有粉丝留言 如果你真拿下了张林鹤算你厉害 言下之意很明显的祝福 还有一点小骄傲 那么问题就来了 同样是圈内艺人 白鹿资历更深 人气更高 发展也更好 为何双方粉丝的态度差这么多 众所周知 白鹿是余政旗下的一员大将 在出演烈火军校 玉楼春 周生如故 警察荣誉 都大获好评之后 已经成功晋级为欢愉一姐 而张林鹤虽然也是 在着男主的光环出道 那最为出谦的杰色 也不过是苍蓝绝衷的女男二 代表作和白鹿无法比拟 即便是两人合作的宁安如梦 白鹿也是当之无愧的大女主 不止女主名记名句 海报上大女主范儿也是十足 明明两人发展悬殊 为何绯闻一出 张林鹤不少粉丝不喜反悲呢 有网友表示 这与两人的其他情况有关 白鹿张林鹤一个中专学历 一个211大学毕业 还有23厘米的身高差 众所周知 白鹿是网红出身 曾经当过平面模特 当年的她 有两颗标志性的小五鸦 那时的白鹿只能算可爱 如今的白鹿虽然变美了许多 但在美女如云的娱乐圈 也只能算是清秀 不过很多人只知道白鹿当过模特 却不知道她的星图 比想象中还要曲折 白鹿出生于普通的宫心家庭 但却有一个明星梦 18岁那年 她在妈妈的陪同下 前往上海参加了 韩国SM公司的海外练习生选秀 但最终落选 选秀梦破灭之后 白鹿才转而做模特 模特出身 加上毕业的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只能算是中专 一度让白鹿发展平平 幸好潜在了于正旗下 才开启了她璀璨的星图 对于于正这位伯乐 她也十分感激 表示我要跟于老师再拍50年的戏 相对白鹿的曲折星图而言 张灵鹤的星图则顺畅得多 2016年张灵鹤考入南京师范大学 是211重点大学 毕业之后 张灵鹤无缝进入演艺圈 第一部便是在少女大任中出演男主 搭档的还是人气小花陈鸟 之后她在几年的时间里拍了不少剧 都是妥妥的男主戏 虽然始终扑温扑火 但凭借苍蓝角里的 长恒仙君小伙之后 圈内人都十分看好她 其实想想张灵鹤是学霸出身 长相帅气 身高也有188厘米 确实有相当傲人的资本 而白鹤网红出身 中专毕业 却凭借自己的努力 在娱乐圈有了一席之地 也很不容易 两人有学历差距 有三岁的年龄差 还有23厘米的身高差 有人表示不支持也能理解 但感情从来不是外界硬件的比拼 而是内心的碰撞 作为事业粉来说 当然是希望张灵鹤排鹿 能够在最火的时候乘胜追击 完成事业的更高跳板 但对于这个年龄的他们来说 事业重要 感情生活也同样重要 既然人家选择了恋爱 那就做好了被曝光 被粉丝批评的准备 就像现在的陆寒和关小童 当初陆寒冒着事业风险 公开与关小童的恋情 如今两人依旧低调如胶似击 这就是真爱的力量啊 谁说演员一定要拼事业 难道大好青春 就不能谈甜甜的恋爱吗 然而更让人意外 不是事业粉的唱衰 而是张灵鹤黑历史 趁机被拔出 与白鹿恋情曝光 让张灵鹤上了热搜 人怕出名猪怕壮 所以他营造学霸人设 和考试作弊的黑历史 被爆出来了 网友发起爆料 张灵鹤当年的数学高考成绩 是182 但其实那一届的高考数学期 大都是基础 所以难度并不高 难通是当时有不少数学满分 此外 网友还说张灵鹤的182分 并没有实锤 此外 该网友还爆料说 张灵鹤并不是正经的 男师大师范之类专业 而是中外合作办学 另外 张灵鹤之前给力 力学霸人设的视频也曝光 视频中 张灵鹤跟粉丝说 自己数理化非常厉害 有不会的题可以问自己 单纯的力学霸人设也没什么 毕竟艺人都需要营销独特的人设 而张灵鹤的粉丝说 爱豆的力学就是很棒 所以最大的问题在于 张灵鹤被网友曝光 当初考试作弊 张灵鹤原名张家伟 曾被南京师范大学通报考试作弊 包括张家伟在内的9名同学 未经允许携带考试规定以外的物品入考场 最终校方给出记过处分 当然也有网友说 当初张灵鹤不过是带了手机入考场而已 真正作弊的另有机认 当时没有抓到那个人 只找到了包括张灵鹤在内携带手机的9个同学 但不管怎么说 张灵鹤作弊这件事也属实挺冤枉的 尤其是因为恋情曝光 而上了热搜之后被曝出来 更能看出 人红是非多这句话的现实之处 最后张灵鹤的这些黑历史被曝光 也不算是能翻车的那种 只不过感叹一句 他虽然勇敢做自己谈恋爱 但也真的断送了一部分戏路和粉丝群 所谓有得必有失吧 祝福白鹤和张灵鹤 甜甜的恋爱谁不想要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圈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